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雞腿哥哥 今天要來跟各位介紹 三國志幻想大陸滿一周年的好康福利活動 尤其這次活動的登場對於新手跟回國玩家來說 是最好的入場時機 但身為老手的我其實也非常心動 一定要來慶典服體驗一番的 而且慶典服是官方這次針對一周年專門訂製的主題服 與一般服在體驗和福利上有許多不同 所以還有觀光的各位們可以把這部影片仔細看完 我要把所有的好料完整的分享給你們 讓你們一次就看懂慶典服 接下來我們就不囉嗦直接開始吧 好首先為什麼我會說 目前是新手與回國玩家們最好的入場時間 主要是因為慶典服的開放 因為一般來說大部分的手機遊戲 只要退坑一段時間後 只要回國都是非常困難的 畢竟遊戲會不斷更新嘛 而且玩家們也會變得越來越強 所以只要沒有花費大量的時間與金錢 幾乎不可能追得上前段班的玩家們 因此就連回國玩家們都這麼難了 新手就更不可能達成了對吧 但是慶典服的登場就不同了喔 現在想要回國或新入坑都不用選擇一般的新服或舊服 不用懷疑直接登入慶典服就好 因為這裡絕對可以給你們10倍以上的舒適感 如果當初我一開始玩三幻的時候就有慶典服的話 那真的是完全不同的兩種體驗 昨天慶典服有五大專屬服力 第一個是每日千道 重點是第一天千道 居然直接送一隻SP魂匠 而且居然連剛開放的單磷順上槍也可以選擇 總共為期七天 這段時間除了一隻魂匠以外 還可以拿到25張遠征招募券跟10張普通招募券 讓隊伍可以相當快速的成型 當然1888幻星跟無雙道具自選槍也都很好 然而說看到這個每日千道 真的是讓我非常羨慕 因為我們當初的千道 雖然有送SSR的諸葛亮 但根本比不上慶典服的福利 而且更別說慶典服也有七天登陸的諸葛亮活動 等於說CC千道時也有完全疊加福利 我大概算了一下 新手差不多只要花7-8天來完成任務 大概就能免費組成一組強勢的SSR陣容了 接著第二個福利更誇張 演都不演了 你們就算不出職也沒差 開局就直接大小月卡各送一張 天天領900幻星 現省500新台幣 真的是有夠爽的 再來第三個福利 我真的不知道該說什麼好了 居然直接讓你們選擇6隻角色 組成自己想要開局的隊伍搭配 雖然說只有一星而已 而且不能重複選擇 但是這個可以選限定的遠征角色 生的有點浮誇 那這邊我給大家建議幾隻好用的角色 首先第一隻是草皮 萬用的輔助人選 回怒必備 幾乎所有隊伍都可以使用 接著第二隻是諸葛果 道理跟草皮一樣 屬於萬金有的搭配 尤其是想玩女團的玩家們 一定要入手 接著第三隻是馬鈴露 這隻的話只適合想要開局就玩 混香女團的玩家們 因為馬鈴露的重點在於開啟羈絆效果 至於沒有玩女團的話就不用入手 接著第四隻是姜維 人稱江天帝的男人 他真的非常強沒有錯 但以慶典服的版本來說 我個人認為他會比較偏向掛劍角色 主要原因我會再找時間詳細講解 接著第五隻是公孫戰 他衝鋒體系的核心角色 我選擇他的重點是 公孫戰在打各種活動中 都有超高的出場率 至少從他開放之後 每次的活動好像幾乎有他的隊伍才有辦法獲得高分 所以很推薦可以選擇一下 最後第六隻我個人私心推薦水晶 他雖然目前版本不強勢 但未來很強而且三合遺跡通關非常好用 我建議各位可以先選起來放著 當然以上這六隻也只是我的個人建議而已 大家還是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或是隊伍搭配去調整 另外就是慶典服除了這邊可以自選六隻角色以外 各位只要用手機來到這個網頁 登錄之後完成上面的任務 就可以再額外自選六隻SSR武將 重點這六隻裡 居然可以選擇火鳳寧原裡的 寧原火跟小夢這兩隻聯動武將 那剩下的四隻裡 還有三隻可以選CH的遠征限定武將 老實說開局就是用12隻SSR的福利 這是我玩遊戲這麼多年也完全沒有見到過的操作 這真的有夠感給 不過這個活動只到10月31號而已 建議大家要趕快去參加喔 我會把網址放在置頂留言區 再來第四個就是升級好禮 每個階段給的獎勵都很不錯 尤其是50等的時候拿到90籌段可以免費換一個籌段造型 最誇張的是 90等的時候居然直接送一個核四幣 這把神明真的很難入手 我記得當初要課金買的話 好像要快1000台幣左右 就連我自己也是玩了將近一年才好不容易弄到三星而已 現在這些居然直接都免費送了 我真的有夠羨慕的 最後第五個是累抽三倍獎勵 一般斯蒂夫器我們在抽遠征池的時候 每30抽就會送30片的遠征碎片任選 但慶典服只要在活動期間內達到累積 就加碼成三倍一次送你90片 這真的可以大幅加快武將的成型 斯蒂夫在慶典服的武將培養速度和輕鬆度是大大提升的 雖然真的無客也幾乎可以保底養成一套還不錯的陣容 但對於想要競速或是對戰力排行榜有更高要求的玩家們 慶典服的福利加倍也能讓大家的目標更快達成 擁有更爽的體感 重點以上提到的這些活動 通通免費 所有玩家只要加入慶典服就享有這些福利 真的是看的很心動 雖然有慶典服還有一個福利 雲起龍香 可以讓你們的隊伍更快成星 這邊可以選擇一隻自己想要的SSR武將 想要達成對應的練度 就可以獲得該武將的碎片 最多可以免費獲得120片 至於課金給的碎片其實也算還蠻多的 就看你們自己想不想要吧 當然最後還開放SP武將版本 沒有意外應該也可以免費拿到角色的碎片 現在連動方面我就愛大部分的玩家們 只好有碰過三國類型的題材 應該都知道火鳳燎原這部漫畫吧 畢竟這部作品真的可以算是這個圈子裡的頂級IP 而且前一段時間裡 三幻有個玩家連動票卷 其中火鳳燎原的排名很高 沒想到三幻真的就爭取到了這次的連動合作 很讚 官方這次根本是實現玩家們的願望 重點官方非常佛心 只要每天有完成主線任務跟支線任務 鳥燎火跟小夢這兩隻連動角色 就可以免費無火覺醒 老實說連動角色完全免費送 這在其他遊戲中也是很少見的 更別說送的還是SSR角色 一般遊戲做的連動都是看中IP的熱度或知名度 可以增加營收 所以大部分的內容都會需要玩家課金 但是這次火鳳的連動 核心的活動和內容都是免費的 若且連動這麼高品質和地位的作品 還可以給到許多福利回饋給玩家們 至少我自己是給予好評的 官方這波操作真的值得贊取 但最重要的是他們兩個的強度真的超級高 對新手開放來說絕對是最佳選擇 這邊我就來跟大家分享一組便宜又好用的搭配吧 畫面中這組陣容我相信絕對所有玩家們都可以輕鬆組成 因為火哥跟小夢都是活動免費送 然後大小關章則是劇情就會給 頂多只有攀鳳跟行道龍需要稍微抽一下 但他們身為阿卡是真的不難入手 這樣的搭配可以讓阿卡的四人獲得各16%的最終增減傷 加上好培育很容易就可以身心開啟被動效果 開局其實會比一星的SSR角色還要強勢一點 接著小夢一定要放在後排 來提升全隊的攻擊力與雙防 然後剩下的就交給火哥來輸出就好 畢竟14萬攻擊力的基礎傷害 在前提拖荒車的無人能比 基本上大家前提依賴這個組合通關就好 等到角色培行起來之後再陸續替換即可 接著我相信一定有很多玩家是為了香香才入坑的 在這邊我順便簡單的講解一下香香的定位與技能 首先丹林村上下是一隻非常特別的魂匠 他的定位可以走防守型的女團 也能走輸出型的切後面 主要是因為他會因為選擇的羈絆效果不同 而有完全不一樣的能力 就例如使用太子池羈絆的話 丹林村上下的怒攻就會變成後排攻擊 同時龍魂技也會讓對手受到暴擊傷害提升 因此可以很好的針對後排重點去攻擊 至於使用馬鈴路羈絆的話 香香的能力就會偏向寶牌的功能型 因為不論是怒攻、羈絆、還龍魂技 都會讓整個隊伍的續戰力、控度效果、怒攻節奏 獲得相當大量的提升 然後由於我本身比較擅長抗隊體系的玩法 所以這邊就提供一組隊伍搭配給各位參考看看 不過站位的部分 建議要依照PVP環境去做調整 那我個人的隊伍搭配就是畫面中這個樣子 取得雷霆趙雲的用處 主要是為了龍盾的保護效果 加上雷霆趙雲本身的輸出也相當不錯 所以有能力的話 我個人建議可以帶上雷霆趙雲 再來由於我們的魂香是使用馬鈴路羈絆 所以擁有相當不錯的回怒手段 它將香香會因為怒氣的數量 增加額外的攻擊次數 所以潮片的怒氣回復增加效果就十分優秀 接下來蔡文姬的話 最重要的就是幻武的三次鎖血效果 而這能力原本放到任何隊伍裡就都非常好用 更別說雷霆趙雲跟女團本來就很適合蔡文姬 至於諸葛果的性質跟草批其實差不多 重點都是在於怒氣提升的回復 同時降低對手的怒氣節奏 所以基本上也是必備 最後第六隻選擇王元姬 也是因為馬鈴路的羈絆效果 因為只要女性武將 當女性武將補血的時候 都會變成必定暴擊 而只要恢復量大於最大生命值10% 就會額外恢復100點怒氣 所以王元姬這種一個回合 有機會可以補很多次的女性角色 就很適合混香的女團搭配 至於沒有雷霆趙雲或是想玩純女團的話 我覺得黃月英也是一個可以考慮的選擇 畢竟幻武開放之後 黃月英的回怒跟控制效果都大幅提升 所以認為實際用起來應該不會太差 當然貂蟬、真姬這種原本以前就是 女團標配的角色們 建議大家都可以嘗試看看 最後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個人對慶典服的看法吧 老實說因為我有實際體驗過舊服 所以在玩慶典服的時候 這人會覺得毫無壓力 非常輕鬆 不過必須強調一下 這邊的輕鬆指的是活動的部分 因為當初大部分無課或微虧玩家們 在挑戰全員UR活動的時候 都需要非常謹慎 只要一個計算錯誤就很有可能白白浪費一個月的時間 雖然當時玩起來 前幾個月都會因為UR活動有點壓力 但現在慶典服直接送了一大堆資源 基本上UR活動已經算是躺著都會過的程度了 而老玩家就算來慶典服也不會覺得無聊 因為開局就送12隻SSR角色 再配上聯動武將 主線劇群、精英副本都可以無情跳過 那我開局很快就能解鎖CH武將和SP武將 直接就能玩到遊戲目前最新版本的陣容 而且赤兔出手的一鍵解鎖功能也會提前開放 然而說整個遊戲體驗又上升一層樓 我只能說一週年版本的慶典服 絕對是大部分玩家們最好的入場時機了 沒有最舒服的開局體驗 而且比起普通服來說 花樣錢體驗爽感更多 反饋更直接 真的沒有理由不選慶典服 而且要注意的是 慶典服是限時開放的 說過這次 下一次就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囉 還在猶豫的話 不如先進服來創個角色吧 最後希望這次影片有幫助到你們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下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 如果記得哥哥 我們下次見 掰囉